嗯,大家好 袁安啊,一到了冬天啊,就往南方跑 嗯,有很多次呢,去广州 因为他觉得广州这个城市特别特别好 嗯,在广州啊,防华的北京路商圈呢 有一条街道,叫昌兴街 昌兴街的名字呢,据说是源自于 呃,拥有一百年历史的广州老牌 百货大,啊,百货大公司 大兴百货的创始人蔡昌和蔡兴 这一对,那个是回国创业的 澳大利亚,啊,华侨兄弟 就在这条街上啊,曾经呢,有一个博尔赫斯书店 源源为什么要说是曾经呢 就是因为,不晓得本来就生存艰难的书店 在这疫情的,呃,汹涌冲击下 还能不能活下来 这次呢,源源源说的呀 他并不是要说这家书店 他是要说博尔赫斯这个人 假如博尔赫斯泉下有知呢 听说中国,广州 有这么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书店 可能也会惠心一笑呢 咱们中国人啊,也许了解博尔赫斯的人并不多 因为太小众了 但是,估计啊,知道他的那两句诗的却极其众多 因为太小资了 这两句是什么呢 我心中一直都在暗暗设想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博尔赫斯啊,是阿根廷人 他1899年出生在布宜洛斯艾尼斯 他爹呢,是个律师 而且呢,同时兼任着一个师范学院的心理学教授 拥有大量的藏书 他娘呢,是出自名门望族 也是博览群书 所以啊,你说有这样的爹娘 他不成为作家,都难吧 再说,我觉得父母真的很重要 言传身教啊 他平时给你带的那个气场 对孩子真的特别重要 阿根廷呢,虽然是讲西班牙语的 可是这个博尔赫斯啊,却精通英语 原因呢,特别简单 就是他那个慈祥的祖母啊 是一个地地道道纯粹的英国人 嗯 博尔赫斯啊,在阿根廷文坛呢,首次亮相啊 居然是在他十岁的时候 那一年呢,他翻译了王尔德的童话 快乐王子 并发表在了民族报上 正式给自己起了个笔名 叫博尔赫斯 因为他的一笔啊,成熟又圆润 以至于啊,好多人都说 这个作品啊,是他爹做的 1914年的时候呢,他爹退休了 率领了全家去欧洲旅游 最后呢,在日内瓦定居了 博尔赫斯呢,就成了一名日内瓦的中学生 他就一边读法语 德语,拉丁语 一边呢,就大量的阅读欧洲的温学名著 1921年 他回到了布伊诺斯·埃里斯 开始在图书馆工作 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 哎呦,我的天哪 那就说他是天天地待在天堂里了 哎呀,羡慕 大多数作家啊,都是从写诗开始的 这个博尔赫斯呢,也不立败 他一连出版了好几本诗集 那个清新的语言和自由的形式啊 一下子就打动了读者 要是没有一个叫碧龙的这么一个人啊 他的日子啊,就会像小夕一样平静的流淌 可是呢,碧龙来了 这博尔赫斯啊,就与他啊,死磕了一辈子 这个碧龙啊,在上台大典开演的那个时候 博尔赫斯呢,正好受邀呢,到乌拉圭去访问去了 他就在当地的报纸上啊,看到了碧龙上台的消息 看到那个穿着军装不可一世的家伙啊 坐在椅子上 在那说 我是总统 我是碧龙 从今天开始 只有一个声音 那就是碧龙的声音 只有一个意志 那就是碧龙的意志 他这话音没落啊 这底下的乌合之众的欢呼声已经震天了 这一天是1946年2月14日 情人节啊 博尔赫斯呢 看了以后就感到迷惑和不解啊 我的阿根廷怎么了 我的阿根廷人民怎么了 为什么到处悬挂和张贴碧龙的画像 为什么墙壁上写满了碧龙的所谓的名言呢 那这时候 我们就该说一说这个碧龙是怎么回事 这个碧龙啊 他还真是个人才 他1911年呢 考入了阿根廷的陆军学校 1941年呢 开始参与政治 43年 陆军上校碧龙 在军方呢 发动了军事政变中呢 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于是呢 三年后 他就在大选中呢 当选了阿根廷的总统 他这一生啊 最重要的传奇 不是当选总统 而是在执政十年以后呢 他垮台了 垮台呢 他流亡了国外18年 然后呢 回国了以后呢 他又当了总统 这个人啊 他深知军队和警察的重要性 建立了强大的国民警察队伍 拨巨款给军队 大规模 大幅度提高军官的待遇 嗯 对于拒绝效忠的降临 则进行清洗和撤换 我们最近好像涨了40%吧 嗯 军权掌握以后呢 他立即开始注意争取工人群众的支持 他解散了共产党组织的工会 也解散了社会党组织的工会 他建立了一个他自己掌控的工会 然后呢 他强迫资本家 缩短工时 增加工资 并且呢 延长待薪休假的时间 把这个底层的工人啊 都笼络到旗下了 难怪啊 呼声震天啊 先给点实惠 给点糖吃 问题这钱哪来呀 对于原来的工人领袖啊 听话的就灵人 不听话的就撤 反对他的 那你就进监狱去吧 这个人特别的懂得政党的作用 一上台呢 他就建立了一个避隆主义党 后来啊 大概觉得 这名字有点太露骨了 有点过分 他就改称社会主义 社会正义党 有了政党呢 肯定就要有理论了 这个避隆呢 是个特别注重理论的一个人 他认为啊 一个没有理论学说的政党 等于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于是呢 他阐述了他自己的避隆主义 大致呢 就是以下这么一点小内容哈 本质上 就是人民至上 任何的政治小圈子都是反人民的 在政治行动中 避隆主义者对价值标准是这样排列的 首先 是祖国 其次是运动 然后 才是人 还有呢 他的内容就是 我们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 一个有组织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呢 我们拥有的最好的财富 就是人民 听着耳熟 嗯 这个避隆啊 他呢 首先呢 实行了经济独立策略 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如果我不能够支配我国的财富 宣布和实行我国的经济独立 那是毫无意义的 实行经济独立 意味着打碎资本 帝国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枷锁 哼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 他来支配国家的财富 于是啊 这家伙说干就干啊 一上台就开始对这个美英法的 这个外国资本家实行国有化 他呢 就利用这个阿根廷 在二战的时候积累起来的黄金和 外汇储备啊 首先就将中央银行收归国有 作为总统呢 必须有任意开支票 而不被打回的权利 然后呢 他斥资1亿5000万英镑 把英资在阿根廷的一个 2万4000公里的铁路啊 还有他的公司都变成了阿根廷 独资的公司 斥资了1100万英巴 收购了法资在阿根廷的铁路 3亿1900万笔锁 购买了美资的电话公司 还有呢 就是反正啊 就是把外资一直经营的呀 什么煤气呀 保险呢 反正是挣钱的啊 这个通通收归国有 哎呀 在这我要感叹一下啊 他好歹还花钱收购啊 那你看有的国家 那是直接没收 这还不算完啊 这个碧龙呢 他还建立了国家石油垄断公司 和国家外贸垄断机构 叫什么呢 叫阿根廷贸易促进会 完了开始用巨额外汇啊 进口工业化的设备 当时啊 这一切发生 博尔赫兹就觉得 这太荒谬了 特别呢 是这个碧龙啊 主导的对自己的这个吹捧 在博尔赫兹看来啊 碧龙就是法西斯 碧龙主义 他就是法西斯主义 后来就有人提醒他说啊 哎这碧龙上台 可是得到人民的拥护的呀 波尔赫兹不懈的说 希特勒上台 也是得到人民拥护的 于是呢 这家伙就开始在 乌拉圭的报纸上啊 发表声明 嗯 认为碧龙将带 将带给阿根廷 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 他呼吁啊 阿根廷的知识分子们 要起来反对他 同他进行斗争 可是啊 这个阿根廷啊 连带着这个底下的工人 加上知识分子 那个兴高采烈的欢呼声啊 就把这个波尔赫兹的这个声音啊 给压下去了 他的声音就显得太微弱了 当然了 肯定是有一个人是听到了 这个人呢 就是碧龙 但是呢 这个碧龙想啊 你这个 你反对 你算了解啊 我碧龙头上随便一个光环 就能亮瞎了你的狗眼 所以呢 他觉得这个人啊 不需要理睬 然而 欧尔赫兹回国了 回国了以后怎么样呢 我们下期再说 好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好